萧玄为何将天火三玄变赠予焚炎谷? 背后竟隐藏着一场阴谋 其中隐藏的第四变又有多恐怖 这天火三玄变乃短时间提升实力的秘法 萧玄从出入大斗时到成为斗圣 全靠他多次跃局杀敌 这秘法就像为他量身定制的一样 其实此秘法由萧家老祖萧玄所创 赠予焚炎谷皆因两股老祖身后情义 然而真相远非这么简单 在《斗货苍穹》最新剧情中 萧玄为助柳秦掌控空间虫洞 踏入焚炎谷历经一火考验 与谷主唐振一同练成七瓶火福丹 终于获得天火三玄变传承 但焚炎谷所藏并不是完整的 真正的天火三玄变共有四变 前三变用于提升战斗力 但最重要的是第四变 他藏着萧族修炼族文的方法 当初在萧玄的带领下 萧家也曾盛级一时 但强大的外表下却隐藏着危机 萧家正面临着血脉枯竭 族中后被人才凋零的局面 原果八族向来看重血脉 血脉强大与否 往往决定着一个家族的兴衰 再就是外部压力 魂天地执掌的魂族 一直在旁虎式单单 而且此时魂族的实力 还在迅速的壮大中 现在的萧家内幽爱患 这种艰难的时刻 唯一的办法便是放手一搏 尝试冲击斗地 同时萧雪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送出天火三玄变 就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萧雪明白 如果自己隐落 萧族的没落是迟早的事情 到时候萧家自身难保 即便拥有天火三玄变这种秘法 恐怕也没有条件去发展 倒不如找个机会送给焚炎谷 毕竟焚炎谷专修火属性斗器 这种火属性斗器 放在他们那里 肯定能够一直流传下去 说不定还可以将其发扬光大 只要没失传 并且一直有人使用 萧族后人就有机会 接触到天火三玄变 一切也正如萧雪所料 在他隐落千年后 时代变迁到了肖战这一带 此时萧家内最高等级的功法 才玄界终极 如果天火三玄变不外传 怕是早就湮灭在岁月长河里了 冥冥之中 储存在焚炎谷的天火三玄变 真的给了萧炎这根毒苗莫大帮助 而且天火三玄变 也是萧炎除了火怒火莲外 唯一一个从头用到尾的技能 萧炎之所以会一直用这个功法 也不仅是为了其中的伏笔 更多的还是因为天火三玄变的威力 实在太可怕了 当初萧炎在进入天幕 见到了萧璇的魂魄后 不仅实力突破到了八星斗尊的层次 更是获得了天火三玄变最后一遍的口诀 成功凝聚出了萧家族文 也是自此 天火三玄变逐渐将萧炎推向了 那条独属于他自己的斗地之路 在与魂天帝这位斗地强者的大战中 萧炎依靠天火三玄变第四遍的身后底蕴 不仅突破至斗地境界 还成功封印了魂天帝 这场壮举在斗气大陆上传为佳话 天火三玄变虽非天接斗气 但第四遍的觉醒却威力非凡 超越了寻常天接功法 试想 若焚炎谷真有人误透这第四遍 远古八大家族 或许就得改写为远古九族了 明镜也并不发了